介绍呢就内线大国之外温先 跟着呢就是丁燕宇航 然后就是张辉 一个潘宁 衰燕 镜头比到这边丁燕宇航啊 小丁啊 然后我想现在就已经很寒冷了 就像广东今年是入东永远入不了东 就山东队的球的运转太慢 所以造成很多失误啊 务功 那从后面来看 那现在呢如果说有更多的人去参与比赛 那主力球员呢就可以联修的多一点 小丁 就是说小丁这个运动能力啊 在国内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然后你看到他这个突破以后呢 起来以后当有人来协防的时候 在空中啊 他只能加回来 哎呀 这球没有呼应 周鹏 布泽尔两个人没有呼应 其实这个球如果呼应的话呢 就可以坏人了 呼应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战斗力那样糟糕 一来可以提醒队友 二来可以干扰对方 对 所以说打课场呢首先心态有贫困 首先这样的情况呢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要不然的话呢你反而会造成你影响到你的进攻 挑战情绪 是落后正24对29 第一次结束落后正5分 我刚开始的时候打了一下这个大外员以外 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小丁在单打 是 就是在找他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在个人能力方面确实很强 二十七六分的差距 但是单级你想想这边十七分的章章 一个人十七分 其他球员只得了四分 对 那四分还要是谁拿的 Thompson拿的 交代得不是那么清晰 只是拍到脚的位置 拍不到同时的手有没有碰到球 好 捞到出来 小丁 这个犯规吃底 这边的退防 邓特蒙也抢了球球来 会上手 小丁 慢散步摆上去 压迫的情况之下吹了周鹏的犯规 带回来的大位 布莎食屋位 彭球式的长传给了Thompson 好的 周鹏在对小丁的时候呢 往往他得分并不是很强 压力提到 那我们就变化防守 来通过一些防守的变化呢 使对手能够站住 让他们降低命中率 这七十一 领先仅42分而已 小丁外围的投射有 今天小丁到现在已经是27分了 今天就两分球九射两种 三分球三射零种 小丁 好 港东公远的这个联防呢 是一个对位联防 有点像丁人一样 周队继续追着小丁 哇 哇 有点勉强堆入 在这个定局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用自己的实力去划算 我会捕不进 没有吹,进了三分 虽然还是让小丁脱脱 跟着 哇 鱼蓝弓 高举高打 哎呀,可惜 高厂 毕业了 廖斧 动作挺大 高位提防 16次 16次 对,16次 哇 周队这边发脾气 今天的表现都稳 不折磨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甚至乎打到第四节 汤神是主动将球魔 和进攻机会 我让给丁严宇学 是手热给你打的 而且他确实是 打的命率非常高 而且杀伤非常强 他赢到球的话 就是丁严宇航一个人 撑起整支球队 他脱了 吹了逆严连犯规 看一看 第二次发球 哇,好球 还有机会 再抢一个 两分都可以,没问题 哎呀,球球硬的头 贴回来,高尚 稳住 阿努外围的三分球 中 1.9秒 开球马上犯规 喂